漂亮的热烈融化局 小剧场精神武器录录本篇 各位新浪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那么话说今天要做什么呢 今天想给大家来教学一下 我们崛起当中的各式新式武器 崛起里面还有新武器 我怎么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吗 什么蓄力泰刀 变形泰刀 抄解泰刀 带盾泰刀 单手泰刀 牵手泰刀 演奏泰刀 操虫泰刀 扳鸡泰刀 折叠泰刀 划布泰刀 冲泡泰刀 还有你最喜欢用的锤帘泰刀 过了个去 现在全变泰刀了 没有最优逼的还是我们大剑 叫做聚合大剑 也是玩家朋友们现在最喜欢用的一把武器 好叫我差点都信了 这不是泰刀吗 帮帮忙啊 这随便一个拔刀就是400多 你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这个是大剑 这个嘛 真的一套标准连招就可以打上了1700 有那么高吗 怎么没有 人家好多武器到现在还在几时几时 你看灯笼剑一刀下来人家是几百几百 感觉就是拿着把大剑再玩泰刀呀 主要是之前泰刀想们不是一直喊 这个我自己不够强势吗 这次让他们强势一点 这还一波全名泰刀 然而泰刀这个名字都给了别的武器 那这个武器你用下来有什么心得呢 其实也没什么心得 上来就做一把矿石机的泰刀一路打到夏卫毕业 期间你会卡一次素材 记得做一把散鸟的泰刀过度 打完圣盔版的怨虎龙之后 就不要去伸铁巨刀了 这个时候继续把你的散鸟泰刀升级一下 然后回去找夏卫的迅龙打两趟 把这个迅龙的泰刀的一型先做出来 期间你可能会觉得冰牙龙的泰刀很管用什么的 但是不要去伸没有用的 因为它伸不高 留着素材做一些冰牙龙的装备更加实用 我很庆祝这段时间你会非常的纠结用什么武器 但是散鸟的这把武器是绝对可以用到通关的 等通关完之后再回去打上位的迅龙 为什么呀这个时候再去打呢 因为你装备不好的时候真的有点难 好吧这个总的有点挑战你说对不对 这个只要把装备做出来就可以了 等你好不容易把这个迅龙泰刀升到最顶底的时候 神奇的事情又出现了 怎么啦 你会发现我好不容易把这个迅龙呢打的服服帖帖 把它的招式背的滚瓜烂熟了 然后换了一个怪呢 我他妈又不会打了 按按按啊 这说明这个装备配的还不够神装啊 诶修可拉你知道吗 这游戏真有神装啊 绝大多数的玩家呢 他的护士呢 只有一个超卫星 要么呢 只有一个弱点特效 好一点呢 这弱点特效或者超卫星上面再带两个技能 在于小一点呢 弱点特效二级呢 再加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技能 或者历刃二级呢 其实也不错 哇这已经是非常好的柱子了 是的呢 只不过正当很多玩家朋友们 好不容易融出了一个弱点特效 而喜出望外的时候呢 有些人呢 他一生出来呢 可能就比你多穿两件装备 啊 哈哈哈哈 这颗多连金啊 多连金 是的 多连金的话都会出的 对 人家网上算了一下 这种石头出现的概率是 3900亿分之一啊 相当于这颗星球上所有的人帮忙一起练金 每个人都要练上十次以上 才能有那么一个人练出这么一个石头 哎 那这个石头谁出来的 这还有想吗 这百分百破解金手指改出来的呀 啊 那么呢 你的要求呢 可以不要这么高嘛 单独一颗痛二或者是超二的这个护石呢 这个出率还是很高的 下一次如果出五个的话 一个人只要练上四五十次呢 也会出的 哦 而且呢 大家练金的话 一定要都用这个练金术轮回 就是把垃圾的护石 一个个都回炉重做是吧 是的 练金术轮回出好珠子的概率呢 会稍微高一点 哦 那要垃圾珠子不够呢 不够只有练金术优学呢 去练珠子 哇 优学的珠子 这个150个素材点数才能容一个 我不会用水镜啊 随便选一个珠子什么的啊 反正只要十个素材点数就够了 我没用了上位素材一大堆 随便选一个就能容一个 十字全满之后 然后找一个任务擦包擦屁股之后 自杀就可以了 擦包擦屁股自杀还行 这个岂不是很烦啊 用杨谦把它向上的摇杆方向给锁住 这个时候你画面用里的人物呢 就是无脑往前走 因为是竞技场地图的话呢 两个怪呢会自动把你结果掉的 虽然每一把呢要比你手动呢 多花几十秒的时间 但是呢啊 这个这段时间你可以去做点别的事情 卧槽这么高效的吗 是啊 否则我这么多什么弱点特效 历刃2什么的怎么来的呀 我还要上班开淘宝做视频的对吧 就是和年马月能容出那个啊 这个二特二弱什么的就不知道了 哎呀 我跟你说 就算这个二特二弱出来 你这个技术不过关的啊 依旧还是没有什么乱用的 各位聚合大剑侠都谢谢你 你们一个个都这么想用太刀 对吧 那我肯定要加强这个太刀的使用时间 嗯 我懂我懂 就是别的武器呢 你可能出一点这个牛逼的装备呢 就可以相对轻松的过这个怪了 但是聚合大剑呢 你每个怪呢都得练 不练也能打啊 对就是打得有点难看 嗯 那你不爽呢 可以试试看别的武器吧 哎 你还别说 我后来后来把蓄力太刀 真的是没花多少精力 就把一个粪怪给打过去了 哦 现在这个大剑叫蓄力太刀了 嗯 全名叫不蓄力 你只打出屎一样的伤害 但是蓄力之后呢 容易被打飞 所以只能各种卖屁股 不卖屁股不行的太刀 简称蓄力太刀 啊 原来是这样子 以前不是说这个没钱 就去村口卖屁股吗 现在这个 现在你们都撕人以偿了啊 开心吗 呵呵 真的开心 哎 对吧 那你还教大家一些这个啊 玩这个蓄力太刀的技巧 哎 这个蓄力太刀呢 其实说起来呢 也没什么技巧 就是把这个真蓄力呢 改成激阳斩 把金刚蓄力斩呢 也换上去 这个什么 狩猎分刃还是不能用了 不是不能用 只是不好用 打点难控制不说 还消耗两个响虫 我不会用狗跳起来来一下 哎 这个嘛 狩猎分刃打中之后 还要再跳起来一次呢 浪费时间 我不如这样子 直接跟三级的激阳斩啊 不是 你也没跟啊 我这是一个骗霸体的 进阶小技巧 利用激阳斩 全程蓄力时候的霸体呢 在你觉得这怪好像要出招 但是还没有出招的时候呢 就非常的好用 但是这个激阳斩威力小啊 威力呢 是肯定比不过真蓄力的 但比起调整角度 有限的真蓄力而言呢 激阳斩在释放的瞬间呢 可以任意的调整角度 不管是技能信赖性 还是技能的命中率呢 都是真蓄力比不上的 简单来说 你真蓄力三次 只有一次成功了 但是我激阳斩 每一刀都可以成功的话呢 伤害不就是覆盖上了 啊 有道理啊 而且激阳斩呢 如果三级完美松手的话呢 威力也不小 啊 这不是传说中的四级蓄力吗 其实呢 它还是三级 只不过是在一个 比较完美的时间点松手 只要准这个时间点放的话呢 就可以打出更高的伤害 啊 这么牛逼的吗 那安晚了呢 松手晚的话呢 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二级蓄力 威力呢 差的也是有点多 啊 所以大剑也变成一个反应类的武器了 是的 否则叫什么蓄力太刀呢 哦 那这金刚无敌斩啊 金刚无敌斩 一般放在这个激阳斩放完之后呢 再接 因为同样角度调整有限 而且威力呢不是很大 所以说一般性呢 当成一个有霸体的位移技能 再也就是使用完之后呢 可以直接跟激阳斩呢 所以说是非常好用 当然不是说有两个霸体技能之后 铁山靠就不能练了 铁山靠关键时刻呢 还是很管用的 哎 我给你们先加那个防御冲罩 你就不用吗 不是不用 这招其实非常的好用 比起铁山靠来说呢 有更远的冲撞距离 期间不仅有霸体 主要跟我使用的武器有关 我的这个武器呢 它斩位比较短呢 防御冲撞呢会扣斩位 而且在崛起里边 怪物的攻击频率这么高啊 一般性的话 是一个防御冲撞之后 是跟不出真蓄力 用激阳斩的话呢 还不论使用铁山靠比较效率 我个人觉得这招比较适合 搭配激晕术之后 再放真蓄定的话呢会比较好 那至于是防御冲撞呢 还是铁山靠呢 我觉得呢都各有各的好处 个人建议呢还是选自己 用的上手的 并且根据不同的怪作调整 平时打的时候呢 其实不用很刻意的去找头 那要怎么打呢 要把这个独孤九剑的精髓呢 发挥斩到最大极致 就是看到哪儿就打哪儿 最大限度的去提高自己 对场景的这种掌控能力的头 自然就来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产面呢 心里面牢记呢 要借交借造啊 实在不行呢 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的 铁山靠激阳斩 铁山靠激阳斩相互取消啊 这个机会呢 总归一定会来的 然后你也快死了 没办法 卖屁股就是这样子 为此呢 我个人建议呢 把这个防御率能加怎么高 就尽可能加高一点 要碰到属性攻击比较高的话呢 就把这些防御猪 换成属性抗性猪 不要精灵守护吗 哦对哦 但是怎么加护猪就长了个脚 现在变成两星猪呢 啊因为它长大了呀 一只脚变两只脚了 长大了还行 现在只能靠吃团子 吃出团子的防御数大啊 勉强算一个精灵的小守护吧 啊可以了可以了 那话说这个除了防御以外 还要配点什么技能呢 那么作为一个打点武器的话呢 我觉得弱点特效 这东西呢 一定要想办法出到三级 至于精神抖擞还是看破呢 你这个自己看自己喜好了 暴击最好能做到90%以上的全覆盖呢 就可以开始堆彗星了 这次超卫星呢 改成了1.4倍 的确呢 优先级不如从前 再有就是我强烈推荐大家 各位新手一定要配出这个新技能逆袭 在集容一倍击飞的当前版本下呢 一口气呢 就可以给你加10%的伤害 配合大剑自己的强化纳刀的话呢 攻击力呢 可以堆到非常惊人的313 两个技能搭配在一起呢 可以将你的大招的伤害呢 再提高18% 你要是真蓄力挡的话呢 我估计怪的头都可以给你打爆了 擦擦擦擦擦 这么牛逼的吗 说好把他们学得连亲妈都不认识的 可是他们现在已经是唯一一个 要卖屁股的职业了 那是有点惨吗 不止有点惨了 啊那行吧 这个看在你们这个啊 唯一一个要去村口卖屁股的职业的话呢 就算了 那么这个蓄力太刀的话武器要怎么出呢 蓄力太刀的话 因为前期学不到激扬斩 怪物动作又特别活跃的这一作呢 上手就有一个命中率不是很高的 真蓄力的话呢 难免会打压一些新手的信心 前期呢 个人建议呢 可以选用一下这个全民用的啊 聚合大剑 把灯笼剑改成樱花斩 这样就不用一天到晚去想着 怎么上任 怎么去跨栏了 等混到尚尾做了任务之后 学会大剑的激扬斩之后呢 你可以先切过去试试看啊 试试手如果不喜欢的话呢 你再继续用太刀 如果喜欢的话呢 你可以出这个海骨系素材的尼玉龙 先做上这么一把啊 自带的副灰心呢 可以用灰心强化稍微顶掉一些 个人不建议出这个藻枝 居然因为提升的很小 等到尚尾开了血鬼之后呢 就把这个大血鬼大刀给做出来就OK了 诶这大剑不用迅龙的嘛 可以哦 但是没有必要 啊好吧 那你别的武器用了嘛 当然了 任务完成之后 我第一时间就去做了一把斩基斧 哎呦 这不是我亲儿子嘛 那为什么上来不用呢 那学友发现突然斩基斧啊 不管用什么流派的 任扣的速度非常的快 新手上任用 肯定磨刀磨刀怀疑人生了 啊那你怎么办 怎么办 于是后我就造了这把分神龙的斩基斧 啊那解决你的问题了 斩位的问题呢 是完全解决了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接踵而至 我去又怎么了 就这把斧头 它的品质呢 是强积品 强积品在这一座的 它的加这个开刃的速度特别的慢 啊不是给你们设计了一个啊 这个转转斧这个强化斧形态嘛 使用完之后呢 可以有个buff 之后你这个上瓶开刃的话 就会速度快一点 对啊 所以说打怪的时候 你还专门要找一个时机啊 这样转转转 然后敲啊 再上再上个buff出来 那不是挺好吗 斩基斧斩基斧嘛 就是要用斧头打呀 否则叫怎么斩基斧 叫变形剑啊 哈哈哈 这次真的叫这个名字 前名叫老子明明想要 零距离释放释放到爽 但是发现好费能量 好费刃 输出渐渐比不过门槛流 于是只能老老实实练习 变形斩的太刀 简称变形太刀 这个也太刀了 对啊 变形斩贼击八块 打起来还跟太刀一样门 怎么不是太刀呢 好吧 起码证明我们的快速变形 这个技能设计的很正确 是的 现在地面门打流 你想打的快打的门的话 这个是必配技能啊 然后再将突进斩 改成突进指斩的话 又能进一步提高变形斩的输出 拥有一定冲刺距离 跟高威力的突进指斩了之后 是直接可以跟变形二连上撩斩 上撩斩之后衍生出来是三连劲 而不是二连 配合平的伤害 是能打出一套不错的连击的 但你为此可能经常需要这样空放的 上一个buff实在是非常的尴尬 你对这怪放不行吗 怪不给你这么多时间 放这种中断不了的技能 以前还有六秒原则 现在一秒一个连招 然后连招完了之后 休息两秒再是一套连招 根本没有什么时间 放什么强化服务形态 这才叫刺激 那话说 我现在无脑暴敛充还能用吗 能用当然能用了 而且还能打出不错的伤害 配合新技能飞翔龙剑接在后面之后 那是真的伤害能再上一个档次 唯独暴了 就是要经常放充能的技能 让你的充技能非常的不够用 武器就用脚鱼的武器了 对脚鱼的斩击斧的话 它不是强击品 它是灭气品 它加气的速度非常的快 不用任何攻击力不低 而且对怪物的头部会造成击晕效果 但因为50%的副会心的话 你需要堆非常多的正会心 你们不是以前都是要说强化持续吗 但是以前可以不停的勾爪上脸 尽可能的快的上脸 尽可能的输出的话 那是需要一个强化持续 现在已经不能勾爪上头的话 但是用脚鱼的斩击斧的话 一套脸招也是能把能量打满的 而脚鱼的斩击斧需要是各种盾气强化 由于本作的属性释放伤害 是无视任何肉质 而且是固定伤害 不吃暴击 也不吃炮术 所以说绿斩的武器的话 盾气能手是最好的选择 可是我看你还是配了很多 弱点特效超会心 对啊 因为哪怕是无线爆脸虫的话 平时基本上砍的次数还是比较多的 你不见得每次打架 都用零距离简易释放 加的不是很多不说 而且特别的耗能量 基本上范围大概率 你要使用充能重剂的 同样消耗一个重剂 你不会使用飞天龙剑 还不消能量的 开刃槽加的有多 哎呦你看我给亲儿子设计的技能好不好 好得很 不仅跳得高 而且还能在空中转向 活用这个技巧之后 你是真的可以各种各样的起飞秀操作 哈哈哈哈 不客气不客气 应该的应该 那你敢不敢给我们蓄力太刀 也整个差不多的技能 不是已经有那个狩猎分刃了吗 名字还很酷呢 这个Hunting Rage 对消耗两个重击不说 比比直的出去了 哈哈哈哈 这就很欢乐了嘛 那话说这个斩继斧 就有两个流派了是吗 嗯 其实还有一个融合的流派 为此呢 我们需要使用一把特殊的武器 就这把天狗兽的变形太刀 暗面龙品嘛 虽然没有脚游的那把盾斧 每次加的这么多呢 但是合理安排技能输出之后呢 是可以一套直接续满 哦 那这个可以啊 当然这是最佳状态呢 实际打怪的时候呢 可能还是要拆成两套连斗 打完之后呢 直接上头呢 输出还是可以的 哦是这样子 哎呀 但是啊 你看这个白斩就没有了 太短了 没办法的 这个时候呢 继续打 不要摸刀 打到蓝斩 拳头没有了 再说 那你可以配点酱什么的呀 已经上了酱二了 不能再加了 你现在降的柱子又没打开 不过实际战斗的时候呢 都用飞翔龙剑的话呢 其实还好啊 你说降猪啊 降猪以后会开的别急啊 是不急啊 这老老是教你在地上放变形斩啊 不过再次还是要强调 这个飞翔龙剑呢 一定要练 可我感觉你的刃 真的是严重的不够呀 其实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呢 我还是推荐大家呢 这个两个宠物呢 都带这个睡眠系的武器 这样有事没事的话呢 还能磨一下刀什么的 你要大剑的话 还能放个棉包斩什么的 等到你十分有把握 十分有机会的时候呢 再考虑是不是要这个全额上头 对不对 弱者我很多亲儿子高手 全都是这个压起身上头 压起身上头太难了 我觉得呢 还是老老实实的 这样子打比较好 稳扎稳打点呢 六七分钟肯定能抓回去了 啊这么快是我亲儿子 打的就是快啊 的确是挺快的 而且非常适合 打那种会左右串来串去的管 一个飞翔龙剑 直接将这个变形太多的 机动性拉到了很高 零距离释放呢 又能粘住罐 而且爆炸内下无视肉质 如果你在别的武器上 找不到什么突破的话 这一做呢 不妨试一试斩鸡符 啊不是变形太刀吗 哦对是变形太刀 那么别的武器呢 别的武器呢 我下期再做吧 那么下一期呢 准备做一些属性武器啊 比如说牵手太刀啊 滑布太刀啊 我亲儿子就不能用属性武器吗 可以哦 而且还挺强的 但是呢 等你开降诸再说吧 啊这个嘛 那么咱们这期节目 就继续到这里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啊再见再见 妈妈搭 哎呀我叫石本 不叫石川啊